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今年的底部区 而且这一波很清楚 很明白的 一路跟你讲 直接嘎空 嘎到3月中下旬 4月初这边 整个这一波就是直接嘎到年线 8800点上下附近 我想到今天回过来 整个大盘指数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规划 真的嘎空 真的来到 8800点上下附近 而且时间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规划的 大概在3月下旬这边到4月初 就有机会让你看到 年线8800点上下附近 所以谭道哲大盘家群指数部分 我想很多奖要拿出证据 所以你会发觉 现在开始在8800点这边 权力很多专家 你会发觉全市场这些 现在很多专家 没有一个人 能够像信杰老师我 拿出之前在底部区 权力看多做多 带一个我们家助成员 带着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做多的证据 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 这个之前讲过的 全后一定嘎空 之前这个讲的我想不用浪费太多时间 在这边底部区7800多点跟你讲做多 在这边过年前也跟你讲 过完年之后3 4月 有没有讲得很清楚 3月中到4月中农券强迫回补 对不对 会直接咬到年线上下附近 甚至包含美国股市倒权的走势 完全正如我们所讲的 这边年前到封关期间 利用台股封关的时候怎么样 拉回打底 你看当时我们在封关11天的过程当中 国际股市美国股市 就是有没有拉回 有吗 拉回下来是不是刚好是低点 对啊 整个回过来看 美国股市不是涨到这边 完完全全的验证 好 整个这波的 从7800点到整个8800点 这波的千点行情 我相信我们也是带着各位投资朋友 带着我们家族成员再做多 从之前原物料族群里面的 比方说钢铁股的中红 这个你都看到的 甚至包含在整个散装航运股里面的中航 甚至到整个所谓的一个车用电子的 宜特 这一波也帮你卖在118块半 对不对 附深二叉 附深二叉 以及在整个上升二叉 甚至到整个友达 这一波的一个补涨 对不对 生技族群里面的 4746的台药 三天 连喷三天的一个喷出 8436的大江的这一波大涨 我想我们全部都帮你掌握到了 那这些股票我们也讲过的 我们全部都已经获利出清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在这一波的大涨 我们在大获群胜之后 我们反而会在这边 选择一些股票做获利出清的 原因留在哪边 我们讲过的 原因理由就是 我们针对整个大盘加均指数的看法 来听清楚 看清楚 我想我不是今天大盘指数开高走低 下跌是几点 我才跟你讲得很清楚 才这样告诉你 连线之上指数已经高点有限 为什么连线之上指数的高点已经很有限 这边相关的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不浪费太多时间 一条一条 一个字一个字列 针对这张的字卡 如果你还看得不够清楚的 如果你想慢慢去 去什么 去思考 我跟你讲的这些理由的投资朋友 我都PO在FB股市群会里面 好 那既然连线的相对高档有限 我也讲过的 现在台股的位置 就是在这边 高档的头部区 这个就是2012年历史再重演 所谓的2012年历史再重演 一样 当时叫做 也是总统大选 四年前的总统大选 选前台股在这边低档压缩 选前台股在这边低档压缩 选后过完年之后 台股一波直接 有没有看到 这也是一波直接拉到底 拉到年线上下附近 就开始震荡做头 但是震荡做头的过程当中 你又发觉一件事情 之前在底部区 我们叫你做多 农卷在高档 农资在低档 我说这个一定会一波强嘎空上去 好 等到嘎到这个 年线上下的头部区 你又发觉 农卷开始做回补的动作 补空之后开始翻多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嘎完空又多完 之后怎么样 不是在这边高档强势整理 继续大找上去 而是你看到 未来的这一波沙盘下去 所以我必须现在跟你讲的 现阶段台股位置 就有比之前2012年 总统大选完这边的位置 等着看 这边做完头之后 台股会不会有一波这样的沙盘下去 我想各位投资 请你拭目以待 所以回过来谈到 整个大盘加卷指数的部分 我想很多人也许非常的兴奋 看到昨天外资 哇 在台子期 又加码了将近5000口的多单 目前外资在整个4月份的台子期 累积近多单 已经高达44000多口 创了整个波段的新高 很多人想说 外资在这边急需加码多单 这个盘不是要一飞冲天吗 怎么今天大盘加卷指数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下今天 大盘指数分时走势图 就很清楚 怎么在早盘开个一点高盘之后 来 马上迅速的压盘下来 由红番类下来 今天你会发觉 甚至最近这几天 几乎大部分时间 大盘就是开一点高 早上9点多一个高盘之后 来 我们看分时走势就好了 谢谢 看分时走势 几乎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盘下做震盪整理 不是要加空 不是要加空 不是在8800点数要强力加空 怎么加到今天指数都在盘下 对不对 明明在7800点说要放空 说会杀多 涨到8800点再来全力做多 说要加空 你不觉得有一点本末倒置吗 有一点颠倒是非吗 对不对 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为什么外资这么多的多单 拉不上去 就好像我在今天 除了我们家族成员的盘中讯息之外 我在今天盘中跟三立财经台联系的时候 我会讲清楚 外资加码台子期的多单 并不是说看好台股这边要直接再喷出大涨 以为这边会像三月份 四月份会像三月份一样 继续喷出大涨 整个四月份的台子期 会称在相对高档结算 想太多了 这个叫做因为逆价差过大的套利单 为什么 因为目前台子期跟现货之间有 比较大逆价差 这个对外资而言 他就可以做套利的动作 我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跟你讲什么 而且再回过来看到整个筹码面变化 来 这个农券 最近有没有开始减少 这边导播请帮我放大看下面就好了 这边很重要 这边农券有没有开始做明显的减少 对 目前剩下41万多张 是开红盘以来 农券目前最少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个农资 虽然最近增加速度不快 但是这农资是缓步在增加 农资到昨天为止 是创了今年以来 农资水位的新高 那资争卷减 你觉得最后是不是符合 最近幸小时跟你讲的 嘎空完又多完 到时候会不会等着 就好像这边一样 历史准备再重演 这边之前这边卷债高档 资在低档 嘎空 就好像在整个过年前 你看之前在这边 农券在高档 农资在低档 我为什么当时在这个底部区 我独牌终于告诉你 这波会强嘎空上去 好现在真的嘎了1000点 真的验证了 现在农券开始减少了 农资开始增加了 所以代表现在是 开始在准备走这边 现在整个大盘加全时数 这边是农券开始减 你看四年前这一段 农券开始减了 农券开始增加了 农券开始减 农券再开始增加的 就是在头部区 然后最后不是大涨 而是在沙多下去 而是嘎空又多完 就是准备再沙多下去 那你不觉得最近就是这样吗 在整个高档这边震荡 券减 资争 那等着看好戏 等着看好戏 所以如果因为大盘加全指数 现在叫做在高档的头部区政大过程当中 重点来 现阶段该怎么做 才会赚钱 因为我也讲过了 因为现在很多股票 还在大部分是在农券的 最后的一个回补期 所以个股可能 明明看到很多股票转弱的 我只能劝你避开 但是接近空这些 农券要强迫回补的股票 我们说还是有 农券强迫回补压力在 但是我说你可以 因为大盘这边关键转折将线 第一个你可以针对大财富的操作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避险 我们讲过了 如果针对整个大财富操作 或是针对整个大盘加全指数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低风险 但是是超高利润 所谓的低风险 就是你的风险损失很有限 但是你只要看对方向 只要让你抓到一大波 你的利润却是无限大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如何在利用透过短体的指标 在大财富操作 只要你看准趋势掌握转折 你的小钱要变成大钱 我相信这个梦想 真的有机会让你成真的 所以你回过来 我们最近不是跟你讲 大财富你可以透过短体指标 来 现在一段操作设计 叫做高空低谱 之后全力空 为什么现在叫做高空低谱 之后全力空 原因留在哪边 因为现阶段还在高档的什么 震荡做头期 整个高档的震荡做头期 其实最近这几天你不觉得吗 每天都在送钱给我们家族成员 每天都在送钱给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最近这几天 你任何时候 你有跟我们现上府联络上的 你来参加这一次的 大财富的体验活动 你看今天才第三天 礼拜三而已 大财富每天都在探紧 天天有机会让你出手 对不对 你看礼拜一 礼拜一这一次利用软体指标的 这边的大财富 这波60% 60%瞬间急拉 大盘指数瞬间急杀 大财富就瞬间急拉 60% 对不对 第二个个股的部分 昨天大盘指数不是又是杀盘 昨天不是又是杀盘 昨天55到75 又是多少 36% 来今天有没有机会 今天机会又来了 我记得昨天大盘加均指数 不是拉尾盘 对从跌相近百点 到最好像是小跌一二十点的时候 我记得我昨天在节目当中 有没有跟同学们讲 机会机会 昨天拉尾盘 代表着今天可能随时机会又来了 来 麻烦导播 再帮我们带一下 今天大盘指数分时走势图 机会有带吗 机会有带吗 有啊 今天早盘不是要开高 今天早盘开高 马上再出手 一样现空还是现赚 今天又是现空现赚 当然今天因为大盘指数 政府比较小 来看他旧 今天我们坦白讲 长得比较少一点点 今天46到60 这个都是我们家族成员的 成交价 一定都有人成交的价钱 我才会再去写在这边给你看 30% 好那你说 来戈头之后 这个礼拜 目前才礼拜三 光光短短的这三天而已 六成 六成 看得到赚得到 都是穿价 都是穿价的东西 看得到赚得到 都是穿价的东西 36% 再加上今天30% 三天就翻倍了嘛 对不对 三天不是就翻倍了吗 那三天就有机会让你翻倍 来戈头之后 这样子小钱变成大钱 这样子翻倍的机会 你觉得还是梦吗 还是其实你只要愿意做 你愿意做 你愿意来参与这次的大财富的体验活动 梦想是可以成真的 而且这现在还在高档做头起 那如果这盘高档做头完 开始往下波段重挫下去的话 那我相信那不得了 那可能不是一天用几十%来计算 那可能在跳 一天可能用低数在跳的 如果这个盘 就像我所讲的 如果在这边高档震荡做头完 这边类似这边高档震荡做头完 这一波的波段下杀 这是波段的杀盘 等着看台股一定会有波段下杀 而且就在第二季 第二季大盘指数一定杀 给你看 第二季四五六月的月线 至少一个月到两个月 月线收中长黑给你看 我先跟你讲 四五六月至少一定有机会来看 到月线收中长黑 那代表是你可能在整个大财富 你可能不是只有翻倍 不是只要三天赚一倍而已 你可能可以撈好几倍起来 好 这是针对大财富的操作 机会随时都可以让你掌握到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线上分发 十天多 第二个我想在这个震荡做头起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讲的 这边你只能胜选个股做多 但是你一定要示好停损停利 而且你要沿空做多的持股比例 特别是注意指标在方控股票 你一定要获利做出筋的动作 所以谈到整个大盘加卷指数 你要很清楚 大盘加卷指数 今天虽然只是又拉尾盘 小跌十几点而已 还在八千七百多点 那为什么大盘指数称在这边 原因有在哪边 来 你看导播帮我带下 你看今天最主要就是在称谁 称台积电 我们看2330的台积电 那个直接看K线比较准 你看台积电我给你称在高档 所以指数不会跌 2317的鸿海 因为市场还在期待所谓的 鸿夏电的一个修成正果 称在高档 那大家都知道鸿达电跟那个 台积电跟鸿海都是 几乎最大型的股票 这两档股票称在高档的过程当中 可是你会发觉 他们这个叫做掩饰出货 其他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你不觉得那股票不知道 拿到哪里去 比方说你看今天称在这些 来WB带下分时走势图 比方说4551的自称科好了 你看今天股价从快涨停 杀到盘价 今天你看股票怎么整 来看K线 今天你看太多股票今天是这样子 爆料一根长黑 直接留这么长的上一线 壁雷真马上出现 这个你说今天冲高 有没有人在调节出货 也许有 8210的行程 你看今天也是 8210的行程 今天也是一样 你看K线 看分时走势图 今天从快涨停板 有没有 从到几乎快涨停价 往下灌下去 杀到怎么样 杀到平凡附近 又是一根长长的壁雷真 对不对 482356的音乐达 我们看分时走势 今天大盘指数也不过跌十几点 8.83% 叫台下跌停板去 来看K线图 你看今天这根长黑 过去这两三个月 买音乐达的人 很抱歉 没人贪钱 真的没有人赚钱 真的这个盘会套人 4414的如新 来看一下 最近这几天 已经怎么样 悄悄的从28块多 跌到今天22块多 已经跌了多少 已经跌了多少 大概三成下去了 甚至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来我们再看下去 来回过来 我带来字卡的部分 还有还有 不是只有这构票而已 我是大概先举几檔 因为太多股票了 我没办法一一的详细的跟你说 你手上哪些股票 已经可能出现问题转弱的 你要特别小心的 这个股票我们点一下 宏达店 来 今天已经杀到这边了 今天宏达店已经杀到这边 这样漏三十几% 这样已经跌掉三十几%了 来 联勇 指标翻空 对不对 出现翻空的卖讯 已经从135跌到这边 今天120几 对不对 那你说真的今天是122吗 手上有联勇的就心里有数了 来导播帮我们带下 3034联勇的 今天的分时走势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 今天手盘都在多少 121块半 65块 已经悄悄的跌了十几二十块下来了 十几块下来了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觉指数 还在8700多点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在杀 我不是在这边讲 第一个我称台积电 称台积电称鸿海 称指数 也是其他中小型股出货 拉东出西 拉部分的股票 也是其他股票出货 但是这万般的拉台 大家都知道只未出 你看这几天拉的是深刻 拉的刚刚你看到的情城 拉完马上倒灌下去给你看 太多了 好那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们也再看下去 还够有还够有 你看看 包含在整个屏概股 我想 这个不是我说 今天我没有屏概股 特别讲他 我是按照过去这几年经验 你不信你自己去查一查 我说苹果只要发表 新机发表会前后附近 屏概股相关供应链 绝对是利多出境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iPhone SE 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看好 所以除非iPhone SE 未来真的卖得比市场预期好 那我告诉你 你手上有屏概股的投资朋友 你还有酒 否则你要小心了 因为第一季 屏概股是淡季 那代表是什么意思 整个屏概股你真的要小心 来 这个会沿路一直盘跌下去 我们看一下4938的合索 我讲完之后 老婆可以帮我带下 4938的合索分屎手势 有没有看到 其实最近已经跌了几块钱了 对不对 已经跌了几块钱下来 你自己看 这样已经漏了 悄悄的在盘跌 你来看看6176的瑞宜 导播待会帮我们倒下 好我稍微放大 你看这个有没有今天跌了几块 今天跌了4 5% 跌到60几 好那我们再把瑞宜的 可以卸稍微再稍微缩小一下 你会发觉 来你看 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只要买进瑞宜的人 很抱歉 都没人贪钱 因为以瑞宜今天收盘价 几乎是收在最近3月以来的新低 代表过去这一个月3月份以来 买进瑞宜的人 我们坦白就线论线 我们讲的是事实 没有人赚钱 甚至包含谈到整个台郡 对不对 你看这也是这样 高档震荡完 今天一根藏黑下来 它所代表的是怎么样 过去这两个 这将近三个礼拜以来 买台郡的人 我也必须 抱歉跟你说 一样没有人赚钱 那谈到整个瓶盖股 你听清楚 一路盘跌到财报利空出来 你不要不怀疑 你拭目以待 鸿海是在撑 红夏链的修成正果 一旦红夏链不管到时候有没有成局 红海都是最后卖点 但是虽然在撑红海 并不代表其他的瓶盖股撑得住 一路盘跌到财报利空出来 那你说财报利空是什么 是三月底的年报吗 那个如果是直到三月底的年报 纯没几天 那个我没有什么好在节目当中提醒 你要小心的 盘跌到五月份公布第一季财报 所以我为什么在一开始跟你讲的 很多股票的最大的问题在哪边 来 我们在过去这一两个 一个多礼拜跟投资讲 很多股票 你包含宏达电那些都一样 第一季财报 第一季的GDP是负的 第一季财报不好 这个第一季财报不好 你不要说老师 等到五月份要公布财报 我再来卖股票就好了 买乎啊 因为股票都这样 一定会事先反应的 就好像之前的瓶盖股杀这一刀 等到你看到这边的 营收大幅衰退 买乎啊 股票都已经几乎都快腰斩下去了 所以你手上有瓶盖股投资朋友 你赶快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 或者任何股票 你有疑虑有问题的 你赶快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 这边我必须跟你讲 这盘是在拉东出西 甚至称台积电鸿海 也是在出其他股票 这边连线上下附近震荡做头 一定要小心 这盘一旦见到高点头部形成 台股会有一个破端的下杀 但是很多股票已经不会等 已经悄悄的在干嘛 已经走路在下杀了 特别平概股 一路盘跌的意思是不会每天跌 会跌的让你悄悄的不知不觉 一路给你跌到五月份 信不信有你 你拭目以待 有平概股的投资朋友 你要小心 一路给你杀到五月份去了 行你拭目以待 好不好 谢谢 那我们就先休息进广告 马上回来 天灵 最美丽的文创灵园 台湾肝功能异常者 睡眠不足超过九成 让张之王未肝补眠 不甘愿就改变 葡萄王 张之王 极品张之 和我们分享梦想 让我们分担烦恼 把您的老问题新创意 和全球扩展计划交给UPS 我们不仅能帮您推动业务发展 更能连接全球网络 220个国家 地区 40万名专业团队 提供最佳解决指导 让我们一起创造 无限可能 跨越全球 创新优势 健康 从肠记忆 健康 从肠记忆 好的肠道 帮助消化 顺畅排除废物 抵御坏菌入侵 是身体的保护屏障 今天起 喝有肠胃两项认证功效的 AB优肉乳 帮助你离它 越来越远 天天喝AB 天天肠胃健康 I saved your life by bringing you here I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Something's coming 4月1日 科洛福10号地窖 The free spirits It's for anyone who believes that every car should be a sports car The new Porsche Macan Life Intensified 好 欢迎回来继续看如何来挑股票 我想我们在这边也讲过了 很多股票已经开始在走落下去了 你要小心 大阪指数乘在高档 但是很多股票已经悄悄的 不知不觉在出货 那你说除了避开这些空头弱势股票 甚至科边我们讲过的 已经针对大卖空这档股票 开始做放空的避险的动作之外 那你说老师 这边难道真的没有股票可以做多吗 那我也讲了 现在要做多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跟景杏杰老师的角度 不要做多 没有我带你买的股票 你千万自己不要跟着其他专家乱买股票 或者乱追股票 这边乱追股票真的很危险 真的会套人 所以这边我们买的标的 也跟你做个分享 第一个 这是我们之前手上的多单 到现在为止 没有改变蓝指电 这个就算今天来导播可以帮我们带下 2316蓝指电的分时走势图 今天是怎么样分时走势图就可以了 谢谢 今天是小碟5分嘛 小碟一挡住的时候 那你也知道 你今天收盘价 我们都还持续在获利中 如果你手上有跟着这一波 看我节目 买蓝指电赚到钱的投资朋友 恭喜你之外 你赶快跟我们线上符合联络 最近针对蓝指电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动作 我先给你点到 之前在节目跟上 未来这几天 随时针对蓝指电 可能会有比较关键的动作 那这个关键动作 你想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投资票 你现在赶紧跟我们线上符合保持联络 好不好 第一个针对蓝指电 第二个这边我认为 在大盘指数这边震荡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安全 而且又一定会大涨股票 那就是我在这两三天一直跟你讲的 这一档水往上流的 低价的 听清楚 就是每个人 你中大资金小资金 你又有机会 就不管你是小资金的 你都有机会了 或者你大资金的 你都可以多买一点点 因为它又是一档低价的人气股 量大人气股 每天成交量又是好几万张 那谈到这一档股票 来 看这边 这个是这边 之前在这边低档包了一根大量 这根大量 这个叫底部的持货量 中石户大户的在底部的持货量 我希望你知道 那这一根的大量 为什么叫做底部的持货量 很简单 这个就好像我在之前 一个多月前跟你讲的上升二叉 你会看到这边低档包了一根大量 今天如果你回过来看 请问这个大量是出货量还是持 还是底部的进货量 你说老师废话 从这边回过来看 这边叫做进货量 因为这一根大量 在24块上下买的 可以赚2成 20几% 对不对 互生二叉 你们看这边出了一根大量 也是在低档 这个叫出货量还是进货量 老师 回过来看这个叫进货量 所以谈到这一档股票 我刚讲的 这一档水往上流 这一根叫做低档的持货量 那这一档股票 我可以看到 只要大盘指数做投完下杀的时候 刚好轮到他准备大涨上去 这一档股票是从底部要大涨 而且我这一档股票 我肯定告诉你 如果大盘加群指数 这边做投完 杀一刀下去 这一根股票如果没有力 是大涨给你看的话 我直接针对这一档股票 公开的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所有的信商 跟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 跟所有的忠实观众们公开道歉 这一根股票 只要大盘指数 杀盘给你看 波段下杀 我告诉你这档所有的上流 绝对从底部大涨上去 所以底部要起涨标的 请你跟上车 在高档已经出现翻空卖讯的股票 请你务必一定要做避开的动作 好不好谢谢